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心气急 咱们今天讲第三回汉人的倾向 我读历史的办法是什么 是吧 上一回结尾的时候 咱们留下了一个疑问 听我的故事 听得很多的人一定知道 我读历史的方法不是质疑 是思考 你看看我是怎么思考的 你再想想 我说的这些是不是有道理 我们的史书中 对于蜿蜒亮的死 有一件事其实说得很含糊 这是一件让人想不通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蜿蜒亮死的前后 在金国爆发了一场大的骚乱 双方史书都认为这是一场汉人的暴动 我说的含糊就是这场骚乱的具体时间 史书中都不写 甚至于凭空的认为这是汉人心想大宋 是吧这是咱们南宋 史官们认为的这是汉人心想大宋啊 金人的残暴统治导致了这场 这场骚乱 但是如果你细看这段历史 你会明白那么多汉人参加了金人的选举 是吧那么多汉人参加了金人的军队 你再看看新气急早年身边的那些人的人生轨迹 其实你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 和这个结论完全不同 汉人在金没抱怨过什么 相反在蜿蜒亮的时代 汉人曾经很满足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骚乱的年代会被模糊呢 而且这么默契 说南宋搞模糊 新国也搞模糊 那这里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你细看 别的地方咱们不说了 是吧咱们就看当时起军最大的那一国 就是现在在就是那个时候在山东 苏北这一带的耿京 耿京起 金中都在发生政变以后 或者在这以前 耿京就已经起了 但是作为一股大的力量 是在是在蜿蜒亮死了以后 他他耿京这帮人才真正崛起的 就耿京这帮叛匪 成为一支有几十万人的力量 是在蜿蜒亮死后 这个时间点一直被史书刻意掩盖着 是吧南宋掩盖这个时间点 是因为南宋说 这是金人不得人心的一种表现 我们说这次起义是因为金国呀 欺压汉人 但是其实咱们都明白 对吧 这是一种政治宣传 但是这个时间点太尴尬了 因为他可以被解释为金国的百姓 因为拥护蜒蜒亮 所以在蜒蜒亮死后爆发了搜乱 你再想想 为什么六十万人报名参局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参加科举 为什么 你明白了南宋 为什么要不说这个时间点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金国也要掩盖这个时间点 当然了 这是一件让县政府非常尴尬的事情 而且只有这个事件特别令人尴尬 才会有人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掩盖它 对吧 掩盖本身就是一种证明 所以当我们读到新契级这几年的时候 我怎么评价新契级呢 你听我给你说说 新契级这几年所遭遇的事情 首先是新契级连续两年参加科举 是吧 1149年蜒蜒亮上台 那个时候新契级才十岁 他不可能参加科举 他要是十岁 新契级从十岁就开始参加高考 那史籍上不会没有介绍 是吧 而新契级投奔南宋的时候 新契级是23岁 蜒蜒亮已经把科举固定下来了 就是三年一次高考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推断 新契级参加的是 1157年和1160年 这两次科举 而1169年 新契级的祖父死了 我说的有点乱啊 就说咱们咱们不说年代了 是吧 咱们把这事重说一遍 咱们按照新契级的岁数 来说这几件事 你看看新契级遭遇的是 怎样一个人生的变故 17岁 新契级第一次参加高考 失败了 19岁 新契级的祖父死了 新契级这就算没家长了 是吧 其实也就没有了生活来源 开始靠家里的积蓄 就这个时候 新契级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文人 靠对高考的顽强意志 支撑着生活 20岁的时候 新契级第二次参加高考 再次失败 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 新契级账上还有多少钱 以及以后说 截然以身的他 要靠什么为生 新契级自己 这一生中 也后来也没有说过这件事 20岁 参加高考 再次失败 21岁 刚回到山东 就赶上天下大乱 落地秀才造反 你觉得这很奇怪吗 一点都不奇怪 哪一朝没有 是吧 新契级参加了 耿京的造反大军 据说人数一度达到 二十几万人 但是这帮人 起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 什么是 1160年11月 金国爆发的政变 是吧 11月底 湾烟亮就死了 随后说 起义风起云涌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 1160年 耿京起义 但是我告诉你 你看新契级的传记 直到两年以后 1162年 新契级才奉命南下 和南宋联系 起义都两年以后了 才联系南宋 你说这会是一次 以回归为目的的起义吗 还是说 回归南宋 不过是无奈之举呢 在这边说 坚持不下去了 才被迫南逃 关键是 两年以后啊 是起义 两年以后 才联络的南宋 而且此时的起义军 耿京的起义军 在联络南宋的时候 已经风雨飘摇 凭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20万起义军 在新契级南下 联络南宋的时候 因为耿京 被自己的手下暗杀了 结果呢 20万起义军 一轰而散 这你难道说 这件事不能被认为 说起义军当时 其实非常困难吗 所以 究竟是在一种 什么样的情况下 发生的这件事 就是说 就是促成新契级南归 其实我心里 和别人有 有不一样的判断 实际上除了新契级 自己说 新契级没有表现过 爱国的情怀 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甚至他所在的 那个时代 都不是一个 倾向于南宋的时代 他的家人 都是金国官吏 他的老师和同学 这些 他最亲近的人 最后 以后都是做了 金国的名臣 一个两次 科举不重的人 一个年轻人 在家长死了以后 参加了一次起义 随后在起义 失败以后 逃往南方 我觉得 这也是一种可信的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轨迹 好了 新契级的故事 咱们今天讲的虽然短 但是我觉得 我的观点很鲜明 我希望大家多听几遍 听听我说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道理 不畏惊悚而来 不畏华众取宠 就是讲理 历史我认为 当你开始思考 它就变得 和你背诵的那玩意儿 不同了 好了 咱们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 咱们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